对于小鲁班这个英雄大家都不陌生 在低段位里鲁班就是最受欢迎的射手 因此有不少玩家都将他称之为低端射手 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英雄 而如今的高分段甚至是职业赛场 小鲁班是经常能上场 这是为什么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大家都错以为鲁班是个很没用的英雄了 从技能角度来看 其实鲁班的自保能力并不是射手的英雄 比如他的二技能可以将身边的对手推开 当你无法顺瞄鲁班被他推开时 那接下来你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而从对线角度来看的话 鲁班的对线能力可能就仅次于二技能特别准的白礼手约 有哪个射手对线期能换血换得赢鲁班呢 而且鲁班属于大核心英雄 一个人可以承担接近全队的输出任务 这样的射手是可以在大家配合好的情况下 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的 那为什么中低分段的玩家会看不起 或者说嫌弃鲁班呢 这是因为在玩法和配合上的问题 导致小鲁班看起来很弱 比如有些玩家的鲁班 仗着自己对线能力比较强就一直压线 被对面打也一直抓 都不知道手法发育 两分钟送了三次 队友看在眼里 除了觉得玩鲁班的玩家弱以外 也会觉得鲁班是一个很没用的英雄 吃饭 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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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来